好,阿彌陀佛,我們那個臉書繼續 那這個一樣,我的時間修先暫停,我先分享出去 好,ok了,所遊必有長,所習必有業,這也是可以有相對位置有相關的 所以這種整齊句子要注意,雖然有時候可能用不上 要練習方法熟練,就像我說我啟蒙與張耀元老師一樣 不要覺得,阿這沒所謂,平常有機會熟練一下 你就會養成習慣,以後碰到這種句子就馬上就會反射 像上一次我們看那個影片張耀元老師,你有沒有想到 你有沒有想到,看到這個關鍵字,看到這個特色,特徵 有沒有想到什麼關鍵字啊,什麼解法,一樣道理 你看這個都一樣嘛,那既然,當然油和錫都容易都是凍死 這不會抓錯,所以它就是,油的必有長 然後欸,習的,必有業,那德什麼,德是代名詞嗎 對不對 給它補足對不對,那這很容易嘛,油的什麼 所以它只講德,它沒有說,油的什麼,所以 可以翻成,油的場所,油的處所,油的地方 你注意喔,你看長所處所,是不是剛好都有這個鎖字 這個我們講恩變的,它原來就是名詞了,現在轉成一個代名詞用 一般文法只有代詞性助詞,還是跑不出代詞性 那,油的什麼,也有可能是朋友,跟誰交友嘛,有一個詞叫交友 那,必有償,就是必有償,就是必有償就是什麼 一定有固定的,常態的,可靠的,隱身是可靠的 固定的,常態的,這個科學語言,隱身可以變成什麼 文學語言,可靠的 因為,我問你,為什麼常態有可靠呢? 誒,為什麼這個540 難道加在箭頭後面就不行啊? 真的勒 就好像店家和攤販的關係 對不對? 通常你這個,有店家,你出了什麼事,是不是好找他理賠 對不對?那如果攤販吧,人就跑了 你就沒得去追究了 所以它為什麼可以翻成可靠的,這都文學語言啊 我們說這叫什麼?表歌原理 你看,對不對?它表,它可靠的 那可靠的就是啊,別忘了帶回惡作對抽問題 可靠的就可以怎樣? 對不對?就可以,因為它是,為人子,做人子女的 對不對?那所襲必有業,一樣 同理 所襲 襲的,我們就直接先翻成襲的必有業 那襲的是什麼? 單字想複死,也知道什麼?學習 還有什麼?實習 實習 那實習就是什麼?可能跟做工作有關啊 那這是學習 所以所襲必有業,有兩個讀法 一個是學習方面 兩位,那個渣不常用 兩常用 就稍打一個碼 那一樣重啟輸入法 才能 有兩方面 一個是學習,一個是工作 對不對?職業 所以下文 所以下文 是業 是不是就對應下文的業 那學習的話是,什麼?學業 就對應下文的 你就知道怎麼翻這一句啦 不管是 所以這個是什麼?翻譯的話 翻譯的話 就是 學習的,或是從事的必定是 必定是可靠 可靠 學習的或是從事的必定是可靠 那是怎麼樣 一定是可靠 必有頁 那再來另外一個頁還可以 這表示什麼 此外 頁單字想副詞還可以想到什麼 頁期 所以不但有好的 學習 好的工作 而且 還要有好的 好的什麼 成績 或者成就 在事業上大概就成就 那這樣組合起來是不是就可以翻成 他們學習的一定有一定的固定的可靠的學業 或者事業職業 從事的是可靠的 不會去從事什麼八道行業啊 什麼的 特種行業 或者黑市的 或者整個黑道 而且呢 一定會有一所成績 有業就表示有 有所成績 那我們看我們對業 是業績 因為你單字想副詞有一個危險性 也許業不等於業績啊 對不對 可是他當然可以含色 因為文學嘛 他提到這個可以隱含的表示 你看帶回上校文也是啊 當然帶回二座 父母你學習有好的成績 有所成就 是不是他們也開心 對嘛 所以這樣翻是對的 可是呢 業有沒有成績業績的意思 還是業績的話 業是業績是績 這就要查字典 假如就像我們前面看 我們推 醜 對不對 是醜跟醜相通的話 看上一集啊 之前的 那有段玉才先生 清朝一個大學者幫我們背書嘛 他也認為 你看前面 提到這位清朝的大學者 縮文解字柱 很有名的就是他寫的 現在幾乎就是縮文解字的一個 藍本啊 一個歸孽 在學界 鳳為歸孽 鳳為歸孽的一本 叫縮文 不信你查查看 你就知道他是何號人物 有這個大咖幫我們這個小咖背書 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小咖想的跟大咖想的一樣 你說我們還是小咖嗎 我們只是名氣小咖 對不對 佛法像我們學佛 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 我們實質上是跟大咖齊等 對不對 那現在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去查字典 第一個查簡單的就好 簡單的沒有才去查凡的 不要一下子就去查凡的 那一大堆你還可以唸捏 我也好奇 夜跟捏其實是疊韻嘛 所以這個你也知道破音它還是有規則 它只是誘韻那沒什麼 有人會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有時候會突然跑出一個生母 那是一種在生韻鞋上 音韻鞋上它可能是怎樣 有雙生母的關係 或者是有時候發音不標準的走音 就跑出一個生母就不一樣了 你看這個字正好一個例子 所以它唸唸沒有別的意思 只是誘韻 那這個學佛我就不扯了 它原來是 你看它為什麼從木部 它原來就是一個大木板 那寫的東西 以前的書沒有紙啊 以前都是在木板 主板或 竹简上面寫的 那所以書啊 學習的筆記啊 像輪語什麼成書 輪語就是學生寄孔子的話嘛 等於是上課的筆記 所以那都叫葉 後來才引申成這種抽象 又來了七星大法對不對 原來是具體的物質的 後來引申成抽象的 人文的精神層面的 人文在這裡 那再來 這是過程喔 我們要看的是結果 這內容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從事什麼職業 學業對不對 沒問題 看到沒有 所以它是可以工業的 所以不用再查別的 這樣就夠了 創業未辦 對啊創業 當然創業也可以只是 不是工業 就只是一種行業 或什麼都可以叫創業 可是它這裡是講說 當然是建國嘛 創業就是真的有成績的 是正面的 不是中性的而已 這個例子我覺得舉的不是很好 可是至少 它給我們段記書 它是有攻擊的意思 那就Bingo啦 所以 唉我們用哪一招 不查字典也讀出來了 查字典也是增加自己的信心嘛 有根據有評有去科學嘛 不是我愛怎麼講就怎麼 像你們同學菩薩們 你們學生菩薩們 常常跟老師講的 都是你們想當然的答案 老師實際秀給你看 就是這個學問怎麼做 我也不能我 你看嘛 這是我想的啊 我要去找根據啊 所以我像 這種詞組你要注意 除非是同意附詞 那沒問題 業就等於7 有懷疑的時候要去找 那這很擺明 你業績就可以當成 不要說學業或事業的成績喔 前面變成是形容詞 也可以度稱什麼 同意附詞 對不對 就是成績嘛 業績就是成績 就好像我們前面那個醜儀 再醜儀不生 有人說 這個儀也是醜的意思 也是類 對不對 他是說財嘛 朱俊森也是說 段譽才智萬就是他 這方面的大咖 朱俊森先生 看前一集會有秀出來 對不對 攻擊之意 對不對 有這個意 表示我們站在正義的地方 我們對的嘛 對的才是有意 那我們可以再查 假如你有心在查大一點的字典 好 我們就大一點先勾下去 大一點 那這個不要那麼大字 既然看到了就 好 好 那 OK 對不對 朱俊森給大家看一下 我也順便 我這個詞彙還沒有他 應該沒有打錯吧 是朱俊森吧 不一定連查他的名字都有 他可能有這個名氣喔 真的 你看可見 國藝時間也收的不多 可以收入進來的 一定成就非凡 他已經清朝末年了 長於說文學 對不對 這個是 就像剛剛段宇才先生的說文 解字柱 他是說文通訊聽 通訊就通假字的訊 通假字的通 通假的意思 訊是訊骨 定聲 就是 確定他聲音的關係 變化的關係 聲音決定訊骨嘛 為什麼這樣解釋 可能是聲音間的通假 他大概書名是這個意思 可是他的名氣應該還不至於 達到一半的啦 所以我放在古典的 你看跟柯南放一起 這樣以後就打得出來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漢語大詞 字典或詞典 今天國學大師很給力 很感謝 他之前在整理 所以 可能那個螢幕出不來 那個圖版 現在可以了 那我們就看漢語大詞典就好 如果你要看這個詳細解釋的話 要看這個簡化字 因為他我們前面介紹過 他從漢典來的 更詳細解釋 更詳細解釋 你看 這是葉椅的 這也許你們也有這個 葉椅 跟葉椅 放在一起 現在白話也在用 葉椅 葉椅也是有 葉椅也在用 學習的功課 這是學習的內容 我們講過了 你看 重大的成就或功勞 一樣 封工偉業創業 對不對 這就可以了 這一個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 一樣是國學大師或者漢典的 這是國學 我們先講漢典 一定是出自他 那漢典 這個資料 網址我就不付了 我們 我們 對不對 所以他重點是成就 成績 對不對 葉姬 那葉姬就可以想到什麼 成績 對不對 還有 成績就可以想到什麼 成就 對不對 成功啊 好 再來看大女大辭典 和快一點 來看一下就好 你看原來是大木板吧 大板 講板通常都是 這個是內容 工機 對不對 工業 這是漢女大辭典 這是漢女大辭典 這一樣就縮小了 這是漢女大辭典 這個把它換成 這是段落符號改成分行符號 它就比較密 航序不會那麼開 當然你也可以設定段落 都一樣 積業、工業 再看有沒有類似的 施業有沒有 成業、立業或要業 以什麼為業 這個我們講過業 那它一定是後面業種樹 後面有一個壽詩 就好像我們前面講 禮上往來 上後面有壽詩 以往來為上 這是以種樹為業 以後面的為它本身 有沒有就是這一種 用動詞都有這個特性可以這樣讀 業還有開創開始的意思 那繼承當然就是有所成績囉 對不對 這個是甲介詞 勿孽不安 你看這個因為這個業也可以唸孽嘛 有一個詞叫勿孽不安 我看我打得出來 打不出來 來我打火力思點 你們也可以 打火力思點 你們也可以 你們也可以 打火力思點 你們也可以 就這個 有沒有 唸而悟 就是不安靜 不安 捏物 也叫物捏了 这个倒过来都可以 它这个捏应该本身就有不安 还是这是连绵词也搞不清楚 我们不生就 那复习一下 刚刚我们那个业 是不是也可以念捏 有没有看到 摆明这个通假的 所以它为什么摆在这个最后面 通常摆后面都假字 不是真的它本来的意思 夹 被人家夹去用的 它是假的字不是真的 那再来 再来是这个没了吗 汉语大词典 那就是汉语大字典 都是跟木板有关 职业 产业 工业 机业 工列就是已经有成就了 这个也是创业未办 工列 所以这个列 我们讲列室 都是做大事业的 从事于刚刚讲 以什么为业 中列词 中列词 为什么叫中列 大事业 所以都有所成就 而且是好成就 大成就 不是普通的泛泛之辈 所以必有业 这里就不但有成就 而且是好成就 是不是就很明显了 那这个汉语大字典 我们就不附了 没有 可以在这里 工业 因为它没有文字版 我们就附在这就好 我自己去参考 跟列有关 列词中 列词的列 好 那这样子 我们这个读法是没有问题的 所 有必有长 所习必有业 那这个要退位 因为这个在它下面 我们做联系 这样这两句 我们就 over了 那反过来看前面的 为人执者 这个讲过了 出壁告 反壁面 又来了 这是不是相对位置 有相关之意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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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嗯 好 好 来了 这一定是先抓动词 哪些是动词 出 告 反 面 抓出来 然后呢 你看这一对的常常在一起 找对处 这是谁 出 谁出告 反面 就是前文的 对不对 为人执者 作为女执 为人执 这可以这样断哈 为人执者 所以这应该要 应该要 应该要 为人执 福当然要断开 或者这个 服 为人执 女的 对不对 这者就读成的 就OK了 哦 哦 前文 为人执者 出必告 反必面 哦 那来咯 找对主持就好像干嘛 三字经的干谁干谁要搞清楚 那为人 那为人 所以出必告就是什么 出 必 告 哇 是不是有受持 那一定是父母 或者家里头的尊长 或者家里头的尊长 对不对 父母或家中尊长 哦 都可以 啊 出什么东西 当然是出 啊 出门嘛 就可以单字 讲不知 就出门 嗯 嗯 当然你可以说出国啦 哦 出游啦 哦 然后反呢 这个很明显是什么 自行结构 兼音义 然后呢 再单字想副词 哦 哦 哦 对不对 反家 回到家 对不对 回到家 回到 返回的时候 一定要 必应该不用讲了吧 一定要去 面 这个面比较难 前面也讲面是什么 所以 反币面 就是 反币面 就是 哎 以前我是用 2219 还是 太久没用 忘记了嘛 2019 还是 2219 不对 反而这个转不出来 奇怪 后面 后面就可以转了 后面就可以转了 好吧 反币面 反币面就是 一定要面告 对不对 一定要去面告 对不对 父母 重要 面是当面 亲自 不能 亲人 传话 代劳 对不对 不能传话 这是间接的 要亲自 而且直接的 哦 所以 他为什么用 为什么用面字 就是为了 要当面 表示对父母的尊重 哦 还有爱护 对不对 他看到你 父母看到你真的在家 才心安 像现在通讯软体 那么发达 不要传个讯息啊 你当面跟他讲 甚至给他一个 爱的抱抱 就是反币面的意思 所以这个 比较简单 这个 就圆满了 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 哎呀 作为 为人子 为人子女的人 啊 得人就是者智啊 或者 作为为女 为人子女 这样的 身份的人 这当比较罗嗦啦 我只是要把这也翻出来 哦 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家中的尊长 说我要去哪里了 来了 有一个要讲 出必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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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论语 论语里头的什么 父母 游必有方 那游必有方 刚也是 前面讲的什么 所游必有偿 所游必有偿 这里的出必告和所游必有偿 这里的出必告和所游必有偿就是伦理的父母在不远游 我看明轮 明轮的有没有 里人第四 就是这个 我们就用 论语里人为美 里人偏 有必有方 不磨再不远游 有必有 我们就用这个 有 有 不去远游 注意啊 来啊 顺便这里讲一下 论语 所以你说 表哥原理七星大牌好不好 对不对 这是讲什么 科学语言 是 远方 对不对 然后是 七星大牌里头 空间远 空间或距离眼 然后呢 文学语言呢 或者 有没有时间远啊 对啊 有时间远 对不对 别忘了这是七星大法 你说好不好用 所以他是提醒你 你可以想到更周全的 不要 有远 你看谁讲 论语跟你讲那个 远就一定是 远方 距离远 对不对 不远游就表示 不要玩太久 有时间游 叫什么 久远嘛 对不对 时间的远叫久远 然后文学语言是什么 如果是 远方 不远游的话 呃 文学语言要怎么样 这不 这个远 心理远 心理层次的远 我们说度日如年 为什么会度日如年呢 心理上的感觉 啊 如果 那什么叫心理远呢 距离 空间 距离 即使不远 可是 父母不知道 你在 是不是 也是 很茫然 惶恐 担心 担心 害怕 有什么良样 是不是 所以这是心理层次的远嘛 不远游 所以他后面马上补出 有必有方 有一定的去处 有一定的方向 那一样科学语言 这个我就不再打 你自己应用一下 所以游的时候 游 不是一定的方向 还有一定的什么 时间嘛 约好时间 你看 表示 是不是就表格原理 自己看 表格原理 唉 唉 唉 所以这叫心也嘛 表示怎样 ствен 卡 赞 固定要活 什么 要联络 不要失去联络 没有消息 这样不是才是他真正完美的意思 甚至你可能读的还比我更完美那更棒 可是我相信也出不了如来佛掌 你一定也是用类似的原理再去推 再去想到更周延更中全的解释 这个有就是有没有的有 那再来也可以读成那个前面我们讲那个副词或注词的有 这当然副词修词这个方式很有确定有很明确的方向 对不对或时间 那时间本身也有方向性 我们这里讲的不是方向式是有一定的时间长度 有确定性 你说有一个方向是不是就是明确了确定 那这个明确方向的话是空间上的 如果在时间上的方向如果是确定的话 那就时间哎呀你出去玩几天啊两天三天 这很确定那两天三天没消息 那如果我说哎呀比如说你现在出去跟同友玩 晚上回来啊 那晚上如果回十点钟回来回不了家怎么样 要赶快打个电话 联络一下嘛 啊我要晚一点回来 这也是有方啊有一个局限心脏腹膜好掌握 懂不懂这也就是有常 所以这个常跟方是叠印字嘛 方就是常 懂不懂那出必告也是要告诉他有常和有方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对不对 这有也一定是科学语言的有 是科学语言的有 有钱的有 我们讲熟一点不要讲孔有利啦 啊 可是我还是要讲孔有利 你们多复习嘛 生活常常你才知道这个有是很 我们前面都提到了 啊 确定的 明白的 清楚的 对不对 所以有方有常很确定有常 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可以看出来 当时都有这个句式 他都习惯我们前面是有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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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应该是这个定 都可以啦 啊 这个定比较有讨论 这定是确定 这样你就会分了 我们用讨论哈 原定的 有什么 有氧 然后有什么 尊 必有尊也 对不对 对不对 必有尊也 有氧可以放在这里 有这里 两个 因为他有两个 对不对 必有尊 连过去就要有 祝死 对不对 啊 这个有尊就是这里 必有尊 这里也可以点就到了 到刚刚那里的有 所以这样很清楚 有尊有方 有尊有方 名词 是当时常见的构词或构句 对不对 构句构词都没有 构句构词都没有 真的有得漏了 你看我每次上课 光 这个就 构字应该没有这个词吧 构字 没关系 来好 只不过看一下这个 有了没 有了 有加动词或名词 这是名词嘛 有方向 甚至是 形容词或副词 我们前面有讨论过 形容词 有美 有水 像有钱就是名词啊 对不对 这个或我们就用小字 是都有耶 哇 那么多种 这种有耶 就不要单纯的把它科学语言 有无的有 那就太逊了 这也是用小字就好 这等于是一个注解 对 你看 论语 理人也带你们读一遍 父母还在 还存在 还活着的时候 或者 又来了 除了生命活的 也表示怎样 生命他还活着 不一定他在你身边 这反而比较文学的读法 比较具体一点讲 是父母在身边 对不对 那有时候是父母还活着 可不一定在你身边 一样 都带回来 对的都要包含在里头 好 那这里是不是我们都OK了 出误的时候一定要告 有必有方 对不对 告诉你要去哪里 然后这也是 其实 这是不是有相关 前后相关 对不对 你出去游玩 出去学习 是不是都出 对 这又一成一石了 对应下文 所以上下文 是不是很重要 对应下文 对应下文 可以说是错重俱法 要互文建议 什么意思呢 我问你出是哪样 是不是 游 洗 都 需 出 对不对 要出 才 可能 去 游 洗 对不对 那一样啊 出去 洗了 游 游 游 也 必然 会 反 对不对 课文当然是这个反 所以这里的反和出 它是互相扣的 你就可以 一起 總在一起解释 出去玩 或出去到任何 它后面只是讲更具体 出去干嘛 出去游 游 游当然对习 就不是真上学了 可能出去游玩啦 可能出去走动啦 对不对 然后不管是出去游玩或学习 回来也一定要面 那这里是完全没有讲具体讲什么 就是寒瓜一讲 那这个后面是讲更具体的 可是这两件事是不是也都是要出门回家 所以我才说这是错综俊法 物文建议 懂意思吗 就是这样 所以要合在一起讲 不要一个句子讲一个 好像各不相干的 它是错综的 交错的 错综俱或错综俱法 可以查一下网络 什么叫错综俱法 自己去参考 我就不想解 什么叫护文建议 也是网络上都查得到 它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 这些文字 叫交互的来看 才能看到它的权益 完整的意义 懂了吗 交错 综合的来看 不能各个独立的看 不能各个独立的看 了解了 了解 这些文章的看 是否划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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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那边的意义 这叫护文建议 我把這個標給你看 你就知道什麼叫 貨文建議 交錯 綜合 然後才能看到它的 意義 這樣就知道啦 什麼叫貨文建議 對不對 這四句 文句嘛 文就是句 用哪個顏色淡一點 這可以 文句對不對 甚至你可以用這個 四句文字要交錯綜合的啊 文就是文句 句子的文字 才能看出完整的意義 就要錯綜合 不能不能單讀 不宜啊 我寫不宜不適合 或者割列 來看 或者來讀 都可以 來看或者來讀 或者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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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來看或者來讀 或者三種情形 就好像我們前面講的富貴 就是這樣 來看或來讀 或者來看和讀 當然看和讀 好像有點奇怪 那讀和看有什麼差別 就是看比較是籠統的 讀比較用心的 仔細去分析 類似 這好像是賞吸 這好像是解讀 類似這樣 當然解讀其實也很仔細 好 這樣這一句就完美了 大概就這樣 還有什麼以後再補了 好 我們整句再講一遍 凡是福 你看他前面用凡嗎 這裡有福 是不是 文章變一下 變化一下 其實這個前面用凡 你看剛好這個凡夫 對不對 凡夫 福為人子者 出必告 凡必免 所以這個可以 這也可以說凡是人子的 左文字也可以 可以嗎 那這個 我們剛剛是科學讀法 所以才讀成艾亞怎麼樣 這科學還代代版 所以我現在要靈活一點 有沒有 所以上下文很重要 其實就是文章 尤其我們 誒 我們禮記 注釋子到這 對不對 還沒到後面 沒關係 我們先講完再去找 這樣一下 對不對 他應該又是連在一起的 我跟你講 假如是的話 我們這個就可以成立 來我們看看 我們先查那個中研院的漢集 那更是啊 假如他像前面其實是連在一起 不是 這裡再一去 那裡再一去 隔很遠的話 那更是我們想像的 對不對 他 天哪 真的忘了按喔 講的那麼精彩 這一次又忘了按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們只好用 臉書的實心秀去補啦 我還好即時看到 這裡有很多需要用講解的 竟然都跳過 哎呦,是這個大災難 我害我這裡講得那麼仔細 天啊,這是第幾集 第13集,現在這個是第13集 這是在第12集,臉書這個即使當掉,他還是會存檔的 吼,起死真正 講到脆瓜,沒差啦,有時候當掉毀了 也曾經碰到這樣,還好打得都還蠻詳細的 光看文本應該還OK 我們說要看,有沒有,他這個是不是在 那個,那我們不要看十三金著書 我們看這個段劇經文最清楚 他沒有一大堆的柱文 梗在中間 對不對,他根本就又接著嘛 所以前面寫凡,後面寫敷 這是作文的,欸,不對喔 白文,哦,他隔了,可是一樣啦 對不對 他只是這裡是先發個凡 後面,敷為人子了,都是人子 後面都是為人子 這裡你看又變化了,連敷都不講了 有沒有看到人家作文的變化是 有沒有看到人家作文的變化是 對啊 這個我就不寫在文本裡了齁 寫一下好了 再來是這個,防漢符 我們把這個錄過去 啊,其實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錄過去 可見 可見 而已,對不對 對啊 甚至最後 甚至最後 對不對 所以你在讀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要 可以讀成凡 把這個刪掉 把這個刪掉 是不是 是不是 啊 甚至這裡還變孝子 不符卻 不符卻 對不對 你看這個 啊,他只是 變化式 變化式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都是上下文 上下文很重要 因為我們前面有那個經驗 他原來是隔很近的 隔很近就可能他就涉及到作文啊 安排章句嘛 求變化 不要那麼呆板啊 變成科學報告這樣 他還是有一點文學性 至少是用文筆去書寫的 好 哎呀,怎麼老是這樣 好 OK,應該都好了吧 好 好 整句再講一下 哎呀 只要是做人家子女的啊 出門的時候一定要告訴 家裡的大人 回來的時候也是不要當家裡沒大人 對不對 然後 出遊的 出去的地方 一定要有一定固定的地方 在固定的地方 這個科學讀法就是怎樣 一定要讓家人知道你去哪裡 就有償嘛 不要讓他捉猛病 所學習的或從事的 一定要是正當的學業 或者還有工作 而且最好一定要有所成就 不要混 然後更完整的翻譯或者解讀呢 就是說 佛恩真正值得 不管出去哪裡 都要告訴父母回來 也要面對當面的跟他們講 我平常到家了 然後出去遊望 或出去出門的時候 也要親自告訴他們說 我要出門 而且告訴他我要去哪裡 然後去學習的時候 也是一樣 然後出去回來了 出去回來了 或者出去上學回來了 工作回來了 也一定要當面跟他們講 我最後這個就是 錯綜俱法讀的 四個要融合在一起講的 翻譯起來才對 好 繼續 年長以貝則負是之 哇又十點 十年以長 則兇是之 五年一長則兼是之 那這個我們看一下他在哪裡 偷看一下 哦 也接的嘛 啊 他只 欸 他只刪了這一句 哦 選了也看 所襲必有業 自己看 出必告福為人子的 出必告反必面 所遊必有常 所襲必有業 橫言不稱老 年長以貝則負是之 他是不該這樣刪的 因為這個跟後面有關 橫言就是平常在講話 平常橫就長嘛 這長單字 想不實可以 想到平常 或者常常提到口頭上 口頭禪 都可以講橫言 常常常 講話的時候 動不動開口的時候 絕對不能稱老 因為長輩還在 自己不能稱老 後面才提到說 那對於比我們連長的要怎麼樣 自己不能稱老自己 呼應前面什麼 自卑而尊人 所以他其實只是省略了 刪掉那句話 唉不太應該 不需要 所以你看經過這樣 你發現沒有 讀這種選本 一定 沒有叫你一定要讀原本 可是一定要對照一下 你才知道人家動了什麼手腳 否則你都以為是這樣 你看這個好賊哦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像古人釋出五金貝的那麼熟 你看前面這裡就是嘛 對不對 他只有這一句 從前引可見 他只有這一句刪掉了嘛 我這裏做個書籤 Ctrl-Shift-F5 我這裏做個書籤 就叫禮記上下文 就叫禮記上下文 那再回來這裏就可以做 連結了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 有沒有 禮記上下文 你這樣一點 如果以後文 間變大來嘛 你就知道 噢 恨言不稱了 只有 只有恨言不稱老 持續被刪掉 連長以背 對不對 對 則負四字 這可以大一點的字 唉唷 不用這樣 那我們行序 不要當行 固定 16 17 好 對 那字大一點 12 好 來 這又是什麼 注意 有沒有相對位置有相關字印 前面再告訴各位要有這個Sense 對不對 你看字字字字是不是都一樣 噢 唉 唉 連長以背 這個好像倒裝去 要怎麼給它還原比較倒序重組 嗯 連本 所以你看我都在用方法 嗯 這個可以倒序重組為S嘛 以貝年 可是年長其實是一個詞嘛 他真正的文法應該是怎樣 欸 這個是什麼 找對主詞 年長與誰 與我 然後欸 這個貝單獨用個字就是兩貝 單獨用一個貝的時候是兩貝 三貝以上他前面會加個那個序字 三貝四貝 單獨用那個貝就是兩貝 意思就是兩貝 年長我 年長我 兩貝 就是貝年長 那長以貝年也可以 年長我 以貝年 貝 兩貝的年紀 對不對 貝年就兩貝的年紀 這個我們寫在這裡 因為我這裡 貝年已長 我這裡都 都去從此才貝年 貝年就兩貝的年紀 那長 關鍵是長 是什麼 那動詞是誰 先抓動詞的話是長字 年長的意思 年長的意思 是不是 年長於我 所以年紀 比我 大一倍 的 就是年紀 就是年紀是我兩貝的 所以應該 實際上應該是說 年紀是我 兩貝的才對 年紀比我大一貝的 就怎樣 父是之 以父的方式 就以對待父親的方式 來侍奉他 可見這個一定不是自己的父親 只要是 所以橫顏不稱老 這個橫顏什麼意思 就是前面的再醜 在群體中 在與人相處裡頭 不隨便稱自己是老 這個老當然也包括年紀老 科學語言 我們前面講過的老鳥 老手 對不對 資格老 所以都是自卑而尊人 然後呢 如果真正 這裡當然是科學語言 不能再文學了 年紀比我大一貝的 就是兩貝 年紀是我兩貝的 我就是父是之 用對待父親的方式 來侍奉他 知就是他 知就是他 知是他 代名詞 事是動詞 因為他 折是舊 折是連接詞 所以他前面可以有兩 前後可以各有一個動詞 連接詞 把兩個動作連在一起 動詞 奉詞 釋奉 釋奉 服侍 對不對 服侍他 那後面都一樣啦 那十年一長 就是長矣十年 就一樣我們 就是年長 年長 什麼東西長 年長我十年 這個以可以圖稱有 然後五年以長 然後五年以長 一樣的道理 長矣五年 年長我五年 年長我五年 這個矣可以圖稱有 年長於我有五年這麼多 也可以讀成一個語助詞而已 就長十年 也可以當成語助詞來讀 你看拿調是一樣嗎 長矣十年和長十年是一樣 就像我們前面 讀 讀過像得矣 怎麼樣 或者可以的矣 都是這個用法 就是單字講複詞 這是 矣是語字 得矣可以的矣 我們可以查這個 我們可以查這個 國語詞點有講解 它是一個動詞後面的一個語字 對 可是 你別忘了 我們這個是倒序 我們已經動過手腳 它原文假如不倒序的話 可不可以讀 我可以 得矣能矣 自動詞後無矣的語助詞 得矣能矣 自動詞後無矣的語助詞 有沒有 得矣能矣 自動詞後無矣的語助詞 有沒有 可是十年而長也是怪怪的 我們講過那個 十副裡頭 以可以而通用 十年而長 比我還是怪怪的 十年已長 其實它文法是可以用而 十年而長 可是這兒好像還是 我們這樣讀也是比較 長以十年 其實年長 十年一長 就長以十年了 就使 以十年長於我 你也可以倒序成以十年長 對不對 長於我 我以十年 年長 就是 以十年 就是 好像一個介系詞 年長我多少 以十年 有 所以我前面說 這個可以讀成有 有十年那麼長 那五年一長 我們就不細說了 就是 長以五年 年長五年 就這樣再倒退 它的文法是這樣 總之要把它弄 盡量弄到真懂 不要含混的一個 翻譯的意思 所以十年以長 就是十年以長 以我 則 胸是之 然後 就用 這不用再打了吧 一樣的嘛 相對位置有相關 就用對待 胸 胸長的方式 就是釋放他 那五年以長 那五年以長呢 長以五年 長我 有五年 那麼多的 就 我這時候是把以當有 來讀 對不對 則 兼隨之 就是 兼隨之 這個當然不一樣要講 兼隨之 這都是舊 舊 舊 怎麼樣 所以前面可以加個 如果 如果 他們的年紀是長於我 這也是要找對處 是嗎 他們的原因 就 兼隨之 兼隨之 什麼意思 簡單的是隨之 之也是他 對不對 對不對 指年長於我五年的人嘛 對不對 年長於我五年的人 就會怎樣 兼隨之 隨他 隨著他 怎麼樣 隨呢 兼至 復始 在這裡變復始了 名詞 轉平了 好 隨之應該知道吧 跟隨他 隨從他 對不對 隨之就是 隨就是單字想不死就可以啦 跟隨隨從 跟在他後面這樣跟 跟 為什麼要隨從欸 好像侍奉 一樣的好像侍奉他 跟在他後面跟班嘛 跟班要怎麼樣 一樣是要服事嘛 哦 比如他有什麼事我可以代勞的 幫忙他的 隨時 隨事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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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尖就是怎樣 修制他怎麼樣尖 尖水師 就是 我們今天可以想到 避肩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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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肩 相對位置有相關字義 所以避就是起整齊的 肩和步都是身體的一部位 步伐要整齊 然後肩並肩 這叫避肩 這叫 並肩 並肩 或是並肩起步 也一樣 並就是 其等 並駕其去的病 那肩隨之就是肩並肩的走 或者肩稍微後他 他這裡沒有講後 可是隨後 隨後 隨在他後 或者隨後 或者隨後 總統是不是都有隨後 對啊 跟在後面就是護 護從 為隨的 單字想外 可以想到這個隨 那肩 就是以肩 為標準 對不對 不要超過 蛤 對不對 不要他 稍微在他之後 隨著他 稍微在他之後 跟隨著他 就是肩隨時 以肩 為標準 好 我還怕你們程度 又那個 肩膀中 我還要講 肩是肩膀 怎麼知道 這大學生是怎麼大的 好 回來一整句 看吧 所以這就是說 如果 年長於我 有一倍多的 年紀大我一倍的 甚至包括以上 那麼就用 對待父親的 那大我一倍以上 可能祖父嘛 他這沒有提到祖父了 父四肢 就可以用 對待自己 親身父親的方式 對待他 再來這個科學語言 是對待 服飾 那這個隨 也是 這個隨喔 這是科學語言的讀法 又來了 對不對 那如果文學語言呢 就是什麼 就是嘛 做文 換字面而已 這只是做文 抽換字面而已 前面用四 後面用水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如此罷了 有沒有 所以上下文很重要 你這樣一比對就知道 所以一樣在翻譯的時候 那長於我十年的人 就用對待兄長的方式來對待他 然後 長我五年呢 就 跟 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稍微 跟隨著他 他要做什麼 我配合他 以他為主 以我為隨從 然後這樣去侍奉他 有沒有 所以隨其實就是是 懂不懂 這他只是換字 你可以看那個 禮記的前後文也是嘛 嗯 誰啊 是啊 那群 來這個是他刪掉沒有路的 接下來說群居五人 這就是群居五人就再醜 所以你看他刪掉都有點不燙 他只要有路這個 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就是再醜 群居就是再醜 大家在一起 一群是不是就醜 對嘛 則長則必異喜 如果有五個人在一起的話 年長的人 得人就是者嘛 年長的這個長是形容詞 所以形容詞加得 者也是唸得代名詞 年長的人一定要跟大家做的不一樣 議席就另外給他一個位子做 另外就是議嘛 跟我們不同 跟其他年紀年幼的人做的地方是不一樣 表示要尊重的意思 而且好像變成推出一個共同推出一個領導人 這才符合理 這是這個理記裡頭理的規範跟要求 然後這裡刪掉了對不對 蟲魚先生 在哪裡 等一下再看 你看 我們這裡補一下 你看剛剛做的西 對不對 群居五人 則長者必異喜 嗯 這G不要以為是G柱 就聚集 你看G跟聚是不是聲音很像 對啊 這裡應該是G音與聚之外 不要讀成G柱 不是G柱在一起 而且這個G有座的意思 居酒屋嘛 座在那裡 聚在那裡 所以他想習嘛 坐在那裡 可以 讀成做 居處 對不對 聚在一塊或坐在一塊 聚在一塊 這個群居旗 在醜 在醜 前文的在醜 在醜 以不真的在醜 這是前文的在醜 然後 至於 至於 此處仍然必有這個 這個是 讓你知道 以記原文是怎樣 有沒有 點一下 是不是 群居五人 這個給你標起來 就比較好看 這一樣給他變成 白字 這個給他變成黃字 這個給他變成黃字 群居五人 這長者必一齊 這個一樣我再大一點字 才發現 他是需要大 那我們這個18就要給他22了 好一點 好一點 有沒有 這個堅持是 群居五人 群居就在手 所以他刪得不當 好 這個一樣 這個他都是句號 我們改一下 其他不改啦 改了不慎改 好 只是 這樣你們在搜尋的時候 才不會 欸我找不到啊 前面 怎麼 因為可能標點不一樣 好 回來這裡 好 這樣就明白了 那蟲魚先生不越路 這個蟲就追著 追水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 他原文其實是隔一段距離的 他不是跟的 可是 從向下文可以看到 其實也隔沒很久 對不對 到這裡 我們剛剛是路 是路在這裡 蟲魚先生不越路 而語而年 蟲魚先生就是 前人 蟲就是前文那個水啦 水一蟲 單止想佛詞可以想到 水一蟲 對 b 尖水一隻 對 b 尖水一隻 有水蟲嘛 哦 單止想佛詞可以想到水蟲嗎 對 b 對 b 尖水一隻 單止想佛詞可以想到水蟲嗎 那你就知道举一可以概括別的 或者從事 就是什麼? 服飾 一樣的道理 如果跟先生在一起的話 不悅入依的人 這先生不一定是 老師 未必是世上 原來的意思是 先生是 先 我而生 即 長輩 長輩不一定年長於我 要注意喔 不一定是年紀大喔 當然先我而生 科學語言當然是年紀大 可是後來就尊重人家 即使年紀不小也稱他先生 這是從科學語言引申為文學的尊敬 所以從一長輩的意思 跟從一半 跟長輩走在一起的時候 不悅入 要注意這個從 它下面有個指 從那右下角 1 8 2 1 2 3 6 2 3 再來是科學讀法,文學就是不是光腳跟著走 包括服飾 跟著先生走的時候,不要跨過路,跑到對面 越 不越路就是不要跨越馬路 不越路就是不要跨越馬路 和別人說話,原是動詞交談 對不對,或打招呼 因為有長輩在,包括打招呼 因為有長輩在,你至少要介紹老師啊,或者那個阿伯阿吉爾 看你叫他什麼,你這個長輩 對面我朋友來,我跟他打個招呼 要先知會一下 不能擅自主張,意思就是 不能擅自主張做主,莫無尊長 要先知會 對面,再打招呼 或交談 對不對,要先知會尊長 不能牧無尊長 把人家當隱形人 不在 意思就是,有尊長在的話 這才是他要表達的意思 他只是就這個,跟隨的動作 要表達,要講的是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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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要表達這個 所以,表很重要 表歌原理 哈哈 是不是 所以都要讀到人家 到底要表達什麼 不要只是死在文字上 只知道這個科學語言 啊 這就是文學語言 表歌原理 對不對 表哥人你現在出頭了 不光是齊心大法 心也 好表好表 真是好表 前面 那這個是齊心大法 是什麼心也 對不對 心也 真是好表啊 心也 在罵嗎 隨便你們罵 唉 誰啊 好 招先生 走路在路上的行徑 一樣道理 科學讀法都是這樣 不要真的就只是這樣 你看根本就連著 竟然給它分段 分段也沒錯 可是會讓我們誤以為它是隔很遠 對不對 根本就沒有啊 有沒有 還以為另外一條根本就接著 好 好 我們這裡就 把它 我們看一下 錄到哪裡 請義則起 請義則起 那個西階它一定 請義多好啊 之前才說這個義有什麼意思 馬上就來了 其實這個上下文是這裡 其實這個上下文是這裡 不遭無諾 這裡的上下文是這樣 好 請義則起 好 這一樣 我們給它 錄過來 好 好 這是禮記上下文 第二個 剛剛有經驗了 好 不要太小字 可是也不能太大 畢竟 嗯 先把這個清掉 再把這個改成行 好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 一直到這裡 好 我們知道 請義而起 招先生於道 屈而盡 正利拱手 對不對 然後先生以思言 該不會是 沒有 真的 接著 不以思言則屈而對 從 沒有了 到這 我們把這個 我們有錄的 變大 變大 再大一點 因為那個前面是前面那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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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 遭先生遇到就是遇先生 在道路上遇到先生 是不是?這還用到什麼? 道序重組 看到的遇 別忘了考慮這個方法 前面我們講過 詳細老師說的 看到這個你有沒有馬上反應出來 對不對? 所以在道路 遇到就是在道路上遇到先生 道是道路 對不對? 對不對? 魚是在什麼上? 在什麼之上? 就是在道路上遇到先生 然後趨而進 在道路上遇到的先生 要怎麼樣呢? 不能慢慢走 虛 我們學生 菩薩還想到很好 他是什麼? 但不是想父子 想到義步義虛 步是慢走 就是散步 是慢走 虛呢? 快走 我們前面參見 那個林詹梅 逆正哥裡頭討論 卷頓形 那這個我們附上 黃字給大家 你就可以點那個教材去參照 然後再用關鍵字去搜查 好 然後再用關鍵字去搜查 好 然後再用關鍵字去搜查 就這個 就這個 對不對?趨是 那單字想父子我們查一下 那你趨我們就講好多了 我就一時講不出 趨之若物 對對對 大勢所趨 單字想父子可以想到 大勢 還有什麼? 明星趨向 哦 攀岩趨勢 攀岩趨 沒有這個字啊 趨凶必吉啊 欸 趨...趨吉必... 當然要跑到吉祥了 趨吉必凶嘛 哦 所以很多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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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對啊 一時都 啊 趨向 趨向哪裡 劍趨勢回 趨向 啊 趨向 就是快快手 趨全副...趨元副四合反而沒有 趨全副四合 啊 啊 好 快步走 趨前 啊 好 啊 對嘛 趨元副四啊 啊 啊 他這裡現在說成一副 當然相對位置相關之以可以 其實也有表示,來了又是護文建議了 這個負難道是慢慢負上去嗎?當然擠得要命嗎? 還是有區的意思 那這個區也不是趕路而已 也想要噴上去,附著道上面 有啊,區炎腹事件 我剛剛是想什麼? 區炎腹事件 區炎腹事件 不是一腹,有個袍,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它不但一腹,而且有很急的,迫不及待 唯恐落人後,輸在起跑點上 是不是? 這樣就知道,趨而往前進 來進 動詞 所以這個而是什麼?連接詞 兩個動詞嘛 對不對? 趨而進 進 進 來動詞的是啊,前進嘛 很簡單 前進靠近 靠近 靠近是另外一個進 不要弄混 所以我不舉這個 前進 那前進的對象呢 是不是要找對主詞 前進到哪裡? 對不對? 到 什麼? 前 問的 什麼? 想要 先生 先生 對不對? 趨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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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趕快 或者說靠過去 對不對 親近他 然後呢 靠過去親近他之後要怎麼樣 到了先生 的那邊 前進 快步就是 虛 快步 前進就是進 快步到了先生的那邊 就要什麼 站好 正立 類似 道序從左邊什麼 立正 立正站好 對不對 正立 端正 和立 就叫正立 好好的站著 好好的站著 就是這樣 好 這叫正立 那拱手不用講吧 拱手 坐一 致敬 坐禮 在道路上 他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遇到 沒有想到會碰到 沒有約好就碰到 就叫不取而遇到 就順便講一下 你們都會用成語 結果都 沒 就 碰到 叫不取而遇 約好是 其 如果在路上 和先生 不喜而遇 趕快 向前 致意 對不對 不會 不念 不能裝作 沒有看到 對不對 不能裝作沒有看到 settings 趕快向前 趕快垂一步 他前面講趕巧而進 好吧 然後 好好站好 庄 好 所以拱手就是好好站好做個禮 不要衝衝了事 那個擺個樣子 應付 應付了事 意思就是在這邊 給你補充一下不期而遇是這個 不期而遇是甚麼都不知道 你自己去比較,人家詞典會不會跟你講這些 期日約定 你要知道這個約定就是從日期名詞轉動詞來的 約定一個日期介面 這個期可以轉成動詞約定 好,這樣就OK了 在路上,在路上就是遇到路 在路上遇到先生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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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 遇到 這有1 2 3 4,這裡要有4個才對 對 然後我們在標演勝,就到他倒序重組的關係 遇到,是招 對不對,先生在這 但是最重點的是雨 可是最重點的是雨 倒序重組 雨是在甚麼之上 對不對 在路上 路就是到 所以請問白話文 文言文 右邊插一個 我真的是很不屑嗎 上面這叫文言文 這叫白話文 是這樣嗎 有差很多嗎 是不是 這我們換一個字 為什麼不去學 是甚麼意思 這樣不就是 任何文言文 都是跟白話文是有甚麼差別 會讀了,根本都是白話 所以在路上遇到先生 要趕快 往他那個方向靠過去 而且好好站好 做個禮 跟先生 致意 表達對他的敬意 或打招呼 不能 馬馬虎虎了事 再來 繼續 時間還有 因為前面漏了路了 你看 尤其這個 還接著講 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他 禮記原文 禮記原文 禮記上下文 那個招先生與道 再加一個 這樣才有區別 下一次要參考的時候就可以這樣 哦 先生與之言 則對 所以他這個 這是接著嘛 怎麼可以分開來 尤其這裡是不應該分開的 對不對 他連貫啊 我站立了 打招呼要幹甚麼 啊 啊 對不對 站立了 正立拱手 站好了 啊 先生看要不要 跟他說話 這裡不應該斷成兩行嗎 我的天哪 啊 不能分做兩段嗎 啊 搞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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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怎麼樣 對不對 就怎麼樣 對啊 不如與之言就退嘛 對不對 怎麼可以分開 這是一貫的嘛 真理孔可之後 所以先生與之言 他其實是若先生 這是什麼天字還原 如果先生要跟你講話 不與之言就退 我們直接用表格了 如果先生要和我們 我們 要天字還原 要和就是與 我們就是之 說話就是言 則就是舊 舊和先生對話 對不對 然後 如果 不漢 這一樣要天字還原 若 不漢 我們 說話 就 就 趨而退 對 這蛾喔 白話反而 你看 有天字還原 白話反而 還有 對不對 就退下 就快步 退開 離開 告辭 對不對 這一次 這一次 會不會漏氣 那字不要那麼大 我們已經是橫式了 還不行就沒辦法啊 咦 怎麼變這樣 怎麼變這樣 那這個不要那麼大字 那這個可以寫在這兒嘛 天字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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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先生要和 對不對 要也是嘛 天字還原 要和我們說話 就和先生對話 如果 不和我們說話 不和我們 誰不和我們 是不是先生不和我們 這我們就不補啦 這個也是找對主持 或天字還原 都可以 其實白話文也是 第二次就可以省略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 喔 白話文言 一家親 不和我們說話 就快步 離開 退下 你看 反而 白話文 你這裡要加一個反而累贅 快步 就快步 退下 這樣不就好了 趨而退 反而文言文 多了一個累贅 所以你 能說白話 一定就比較囉嗦嗎 文言就比較精簡嗎 哇 這裡又破功 唉 所以沒有一定 通 放出四海 都不變的法則了 所以我們才說 對錯文條 黑二之外 要上下文字導 你看這樣多好 退想到退下 都單字想覆詞 對不對 對啊 這就不再寫啦 退想到退下 怎麼 唉 所以這裡用了 哪些方法 天字還原 有沒有到去從 沒有 可是有單字想覆詞 對不對 一定有天字 還有找對主詞 對不對 先生不和我們推 這是省略了 這裡用了這幾個方法 好 再來 來 那這樣應該就OK了 對啊 這是連在一起的嘛 在路上碰到先生 就趕快往前跟他打招呼 好好站好跟他打招呼 那如果先生要和我們說話呢 就跟他對話 當然我翻成對話是因為 單字想覆詞 就恭敬的回答先生的問題 跟他聊天 陪他聊天 那如果不想跟我們講話呢 那我們就 趕快 不要拖拖拉拉 人家不想理你 你還對不對 賴著人家不走 不能在那裡賴賴賴賴去啊 趕快退下 終於圓滿了 那這一集我們就到此圓滿 然後下一集就看 注釋和體解 然後再來還有 別忘了 這三個版本 那這個就不急了 接下來我先改 這個圓滿之後 才有時間嘛 我看今天晚上了 本來明天沒有課 我拼一點 因為我這個錄的還可以 因為我們前面忘記錄 應該已經兩三個鐘頭 那我們把課本的那個體解和那個圓滿 因為體解差不多圓滿了吧 只有後面一點點對不對 然後注釋嘛 注釋我們也看了一些了 好 拼嘛 那這個沒什麼 它著名出錯 理積虛擬 也沒錯 我們不是愛亂罵人 對是對 我們還有什麼話說 你不對 尤其你是範本 你是標準本 誤導子弟 那個 叫什麼 誤人子弟 那不行啊 那接下來這個就有隔開了對不對 對不對 四座瑜先生 剛剛是在這 不語之言則退 接著就 隔很遠了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可以獨立來看了 好 四座瑜先生 又出現魚了 就是在先生的旁邊 坐著 陪他 坐著 你看 果然用到照續從了 在先生的旁邊 這是天之還原 陪他 陪他就是 是 坐著 就是坐 在就在 的旁邊 的旁邊 所以這裡有一個 天之還原的旁邊 沒錯 Bingo 這個是天之還原 對不對 順文藝嘛 是 主要是這個 是 就是陪他 陪他 服侍他 嘛 服侍他坐著 坐著 應該不用這麼說了 齁 可是因為 順序有導 我們還是給他 標出來 最重要的是 魚 對不對 看到了魚 有沒有想到要 在先生的旁邊 先生就不用了 那又來了 既然多了一個 我們就什麼 這叫文年齁 這叫白話 拜託不要再什麼文言白話 再在證明 不是我身手針 想要混淆視聽 這都科學證據啊 現象 科學不就研究自然現象 事實真理啊 事實擺在眼前 事實聖雲雄變 還要變什麼 文言白話兩套 根本就一套東西嘛 只是你不會讀 不會去給他重組 不會給他 火眼睛睛 腦袋動 眼睛轉 你就覺得是兩套 在先生的旁邊 陪他坐著 陪侍他 服侍他 因為我不敢用陪侍陪侍 好像陪酒 怎麼樣 陪他沒問題 坐台坐陪 那先生就問 焉 中 則對 請夜 則起 請義 來看有沒有錯字 我覺得怪怪的 事作於先生 先生問焉 中 則對 請夜 則起 請義 則起 了解了 你說我剛剛卡在哪裡 怕有什麼什麼叫中 這個男的一定是在中 對不對 關鍵在中字嘛 什麼中 什麼東西中 是吧 好像新年快樂 誰快樂 幹 在幹誰 對不對 都是什麼 找對處 還有 先抓動詞 這個中 唉唷 是動詞 結束的意思 什麼東西結束 啊 插插電 啊 不行就算了 可以就繼續 什麼東西結束 上下文多重要 是問話 問焉 這焉可以讀成什麼 一是語助詞 那麼 問就是 問是 問是不及物動詞 不及物動詞 不及物動詞 那如果 焉是代名詞呢 代什麼 問我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是什麼 及物動詞 那麼 問 那麼 問 就是即物動詞 對不對 問我 所以就是 前面說 陪氏 所以我們這裡也可以天之還原 如果先生問話 先生如果是問話 或者說 先生問話的時候 也可以啦 這就是找對主詞 這個很重要 你看 這樣就比較不會出錯 先生問話 你可以說問話了 或者先生問我了 或者先生問我了 問我 化石 對不對 因為這個白話文法沒辦法 問我化石 問我石 對不對 然後找對處詞是什麼 問 看 唉唷 變這樣 才 對答 應對 你看那個題節裡頭 或者講說是應對禮儀 對不對 或者奉達 都可以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樣的 多了一個 才 這裏可以說成舊就是什麼 馬上 所以也是 第一個舊 有馬上 立刻 會畫 之一 對不對 那如果是才的話 就是 問完 才答 不要插嘴 對不對 不要拖延 所以兩個都可以 對不對 這有兩個意思 你看先生問話了 找對處詞 問 這個也是一樣 問 完了 問話了 說 他問完了 所以是 當然這裡還可以省略主詞 他問完了 對不對 他問完了 就對答 那當然是我就對答 這應該不要我再補了吧 已經應該很明白了吧 說 假的 已經寫到這種程度 還什麼都真的我巨細迷移 呵 其實也應該巨細迷移 關鍵是這個 中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 不見題目 只見關鍵字 他考你的就是中 是什麼 男的就拿在中這個字 中什麼 什麼中 誰在中 對不對 所以它是動詞 結束 誰結束 問話問完 往前找 先生問我 問話 問完了 才知道 中則對 中了 問完了 中了 問完了 唉唷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跟前面會 分開 我不要 為什麼這樣 這樣 對不對 先生問話了 他問完了 就對答了 對不對 先生問了 問我死 對不對 這是代名詞 我 我 對不對 標一下顏色 這是讀代名詞 我的時候 這是讀語助詞 這是勒 勒 是不如語助詞 問話了 他問 完了 中了 完了 關鍵是這個 勒很重要 我們用一個 什麼顏色 很重要 深一點顏色 唉唷 唉唷 他問完了 才去對答 唉唷 好 那後面兩個就簡單啦 這兩個是考你什麼 這是考你 找對處 誰請頁 誰請義 你看請義這個 對不對 這個詞 要注意啊 這個現在還在用 不要連義都不知道 這義就是增加的意思 增加我的學問 我學的想要再長近一點 所以你看word 之前我們都講過 word裡頭有什麼 爭義集嘛 爭義其所不能夢之 對不對 我把那個解圖給各位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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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解圖給各位看齁 這個義就有增加嗎 学问 课页 都可以 那请页就是前面的课页 页是课页 学页 请页 就是请教 课页 课页 比较常用 请教课页 很少听到请教学页 那请义 就是 请求什么 传道授业解惑也 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对不对 有吗 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传授学页 传授学页 这样也可以 所以是学生请老师 传授学页 请老师 也就是先生 可是要注意啊 他这个先生是距离很远的 你不要跟前面混在一起 可是他是 这个是先生 没错 他前面还是先生 所以这里的先生 仍然也不一定是老师 对不对 可能长者也可以教你啊 对不对 应该是嘛 是做 对啊 对不对 一样 这个业就可以包括说 请教这个社会经验啊 不一定是学业 对不对 这是科学语言读法 文学语言啊 就是什么 社会经验 知识经验 知识经验 对不对 因为长者尊长 他们比较有经验 我就请业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学业 那请义就不一定啊 你不管是学业或知识经验 都可以增加嘛 请求检线 增广见闻嘛 E等于真嘛 前面提到E就是真嘛 真意级 所以想意识说 传道受业解惑 对不对 请义 你获自然能力 自然能力 自然就真了 所以叫请义 所以请义可以读成解惑 这是文学语言的读法 对不对 请求真广见文 是科学语言 请义 谁请义 谁请义 所以是我请老师 起 折起 折是旧 两个折起都一样 折就旧 起就起身 起立啊 站起来啊 对不对 要站起来 毕恭 毕敬 的请教 毕恭毕敬 的请教 要尊师重道 那敬老尊贤 对不对 如果不是老师的话 就是敬老尊贤 因为他资格比我老嘛 经验比我老 不是一定年纪 不是一定年纪 科学语言是 年纪老 文学语言是 资格老 经验老道 老鸟老手 老鸟老手 老资格 老资格 学长啊什么 這個我們截個圖 Word有真意集 整句再講一遍就OK了 這個要給它圈起來 你們才知道哪邊是真意集 對嗎? 其從 孟子爭議其所不能來了 嗯 嗯 竟然科學上也在用耶 你看這個資訊 剛剛我們說Word是資訊 哦 所以學文言文幹嘛 你自己看 唉 蘇格拉里不略想 我知道 維吾無知 你看我還不知道 科學都偷去用了 唉 我上一次試過你點 滑鼠 按住Ctrl點話 它是在句號之間 哦 或標點段落之間 因為我前面有分段落 哦 哦 它是句號之間的那個 好 好 在先生的旁邊 陪先生坐 也許在坐著聊天 先生假如有問話的話 等他問完了 我就要趕快回答 或者等他問完了 我才能回話 哦 然後如果 我有事想要請教先生的話 就要站起來 如果 或者呢 如果想請先生幫忙什麼 解答問題 或幫我什麼忙的話 也要起來恭敬的 麻煩請教他 麻煩他 幫我做什麼 對不對 這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我們剛剛還沒講到說 請他幫忙 這都可以 帶回來合 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你說的越圓滿 那個分數就越高 本來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我們都很講道理 這是不是都完全了解了 那我們課文就到此圓滿了 那我們看一下導讀 再來看柱嘴 導過來 那 因為這個 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刪掉一些 已經刪掉了 我們上一次應該是講到這裡吧 我們上一次應該是講到這裡吧 扣起負離應該都會講 對不對 都講了 好啦 那就圓滿了 那要注意剛好 它是不是裡頭有這個 怎麼會跑回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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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 對這個美 我印象很 很深刻 人家長處嘛 對不對 值得我們借鏡繼續學習 為什麼叫經典到現在還適用 不是說他是老口口 你看 李尚王 光這四個字就打死你了 生活是多常用 你看 啊他沒有應對勒 奇怪 有嗎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談到應對 剛剛跟先生的互動 先生問話都叫應對 所以他用對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前面那一句 嗯 這個 對不對 對就是應對的對 對不對 先生與之人則對 對是應對 對話或應對 對 應對 是不是 所以他講的沒錯 那這裡是比較沒有談到 傻嫂啊 飲食 言語有 對不對 先生要怎麼跟請假 我們剛才讀的 啊 他這個又在講一遍 然後 課己復禮 我們一定有講嘛 呃 旅約保證啊 回歸啊 回歸禮也可以 對不對 或者說 回歸 欸 這裡有沒有提到 回歸 時間領生行禮 沒有 呃 好像是我 上課 的時候在補的 所以來了 副第一個讀法 補充一下 這一樣 客己復禮為人 這已經比較靠近 所以應該不需要做那個 啊 一是自行結構換不手的真心理 二是怎樣 回歸 回歸 復興 康復 康復 對不對 單字想復 為什麼 跟生 我們現在講康復都是 生病的 這裡跟生病的 什麼關係 他是說 負 我們說負核 好 負核 那負理就是什麼 還有一個恢復 恢復可以指身心靈的 健康的 這叫副理 克制自己偏差的行為 就是克制自己或修正自己 或戰勝都可以嗎 就把原來自己偏差或錯誤的行為 恢復為合理的行為 這樣就了解了 所以這個克制副理的副 補充一下 你當成那個副心的副也對 回復 回復到合理的狀態 從不合理的狀態 回復為合理的狀態 然後 然後 討讀 啊 克制副理為 我們看還有什麼漏掉煤炭 禮的原則 這也真的都有提 本文選取相關禮的原則 人子之禮 為人職者 對不對 他真的是選擇 理的原則 是卑而尊人 即使是復犯者 也要去尊敬他 那禁長 就是師長在做 我們要怎麼跟他 侍奉他走在路上 對不對 剛剛都是這一節課學的 然後 怎麼跟他對答 再來就是問師之禮 對不對 有學問要跟他請義請教的時候 請他授業解惑的時候 要怎麼樣 有什麼規範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等數者 啊 我想起來了啦 他這個文句不通 對不對 可是我後來覺得寬書一點講 他是講 本文選取相關 還是不對啦 他造句還是不完整 他的意思是 我們本文選取了 加個了可能就好一點 選取了相 有關啦 還是寫有關比較對 什麼相關 要嘛也相關於理等數方面的文字數者 那這數者可以表現出 漢代人倫理教的 還是不對 那時候本來 這個造句還是也不是很完美 就算沒有大毛病 其實也有大毛病 可是不用那麼磕啦 可是絕對有小吃啦 沒有大病也有小吃 還是有毛病的 這個造句還是不行 他應該說本文選取了 有關這些方面的數者 然後怎麼樣 這樣造句比較對 或者本文選取 相關就是很怪 相關 唉 這就是我們前面談論 那個代詞性附詞 他的稿病 所謂我們相關是兩個 互相有關聯才叫相關 這不是代詞性附詞單項的嘛 那你說本文選取相關 是甚麼東西相關呢 應該是要寫也說 本文選取禮記中 相與這些東西相關 禮記與這些東西 就是雙方嘛 才有互相相關啊 對啊 哪有直接用相關這樣 誰跟他是相關 誰跟後面這些相關也不像 總不會是本文跟這些相關吧 對不對 他 那個對象不能省略啊 你不能說 找對主詞 把他給我回來 人家 尤其白話沒有這樣省略那個主詞 這裡省略主詞 就不當了 不當省略 省略過頭 文法文藝都不通了 原來我們導讀讀完 那就 沒錯啦 後來檢驗了 那就是 他 內容是沒問題 是他造句有問題 所以你看我們都是實事求是 不會說他造句不通 就整個都否定 沒有啊 這個都是對不對 確實是這樣 然後這個 尤其這個我們要額肉的 這個老師 也許他無意中造 可是你看我們分析 可以欣賞他用這個美姿 用得很好 非常好 我還不一定會想到用美來形容 很棒 因為美真善美 有價值的衡量在裡頭 也確實 不是說他喜歡古人或漢道的 漢朝或周朝的禮術 而是這些原則 或者禮貌性的東西 是不是現在也適用 那就值得現代人借鏡啊 當然表現出他的優點嘛 那就看 他沒有強保我們學 大學就這樣 你自己去省事 該不該學 該不該保留 該不該傳承 這是很好的 也很客觀 也很學術 學術精神 科學精神 你說我們是不是實事論事 那你呢 你要幫他講好話 講得出像我這樣嗎 都是實事認識 有憑有據的 有條有理 不是 是愛媽媽 啊不好 全部給他否定 好 接下來是注釋了 第一個 禮上往來禮之所重 在彼此善意的付出和回望 這完全就是意思翻譯 他文意是 禮以往來為上 這才叫解讀 你這個 所以說是這樣害死人 你看剛剛才講完好話 講完好話 有來有往真誠相待 這跟禮成相 他完全是詮釋他 這不叫解釋 不叫注釋 這叫詮釋了 把他的含義都講出來 善是重釋 那他也沒講 善就是以後面的東西為善 就是以往來為善 你直接讀的重釋 也可以禮重釋的 你注重的 從善的是往來 也可以啦 只不過也要教學生說 這個善在文法上 或字的字意上 有以後面的為善 這樣以後他碰到 像我們這一堂課也 不是這一節喔 就是我們在看這個禮記選擇的時候 也碰到好多 有沒有 他前面一個動詞就是以後面的 為他本身 對不對 你懂這個 以後碰到類似就會去想 如果你光這樣的話 也許另外一句 你光知道字意解不通 可是你用以後面的為什麼 欸 看得懂 比較容易看的 往是私恩於人 當然是我方 私恩於人 他方 來是暴答於人 蛤? 往是私恩於人 來是暴答於人 暴答於我吧 我私恩於人 他也要回啦 暴答於人 所以他這樣 變成禮善王 都是我對別人啊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呢 就算他這個對也是說什麼 對方暴答於人嘛 好奇怪 尤其你看 帶回二座 原文他明明是什麼 喔 什麼問題那麼多啊 我都想趕快 來而不往 怎麼會 怎麼會 往而不來 我私恩於人 然後我不報答於人 非禮耶 那我報答於人 而不私恩於人 亦不非禮耶 好像也可以啦 可是好奇怪喔 尾為常理的毒嘛 只是一個特殊的 喔 對不對 有來有往嘛 好奇怪 來當然是對方來 我去往啊 怎麼會變成 來變成我報 有來呢 是說我們要報答於人 有往 我們要私恩於人 是這樣嗎 你看相代是互相 也不是代詞性 父詞 代詞性助詞單相的啊 對不對 互相啊 那怎麼會都是我 他這樣講 好像都是我方 人就是對方嘛 齁 夭壽啊 這到底在幹什麼啊 審查課本老師 真的不知道在想些什麼耶 我真的很不客氣 講一句話 我真的懷疑你們 那國文到底有沒有學得紮實耶 這樣不行啊 都學個概念 那以自己的理解 去詮釋 也不知道有沒有 有為常理或文法 文藝 原文的原文藝 這樣太危險太可怕了齁 雖腹犯者必偶 這就是我們談過 已經糾正過了 這是非常 最重要的 他就是尊嚴這裡讀錯 他讀成有沒有人 你看王先前 王影之 先生都說了 解經者 這就是解經者嘛 解讀經文的人 這就是雷罪 因為他前面錯 後面就必須要圓黃了 對不對 就好像說一個小黃 用大黃去圓 越說越複雜 我們就一句話 雖貧賤的人 也要去尊重他 不就 好啊 前面遮住啊 對不對 所以憑賤的人 也就是 義當與尊重之 就好了嘛 我們前面有 我們前面有 對不對 我們用注釋的就好了 三改 三調 雖指 三改成 雖貧賤之人 義當 你看就好了 義當與尊重之 這個很累贅的詞 什麼 義當尊重之 就好了 還義當與尊重之 義當尊重之 義當尊重之 就好了嘛 好 貧賤而知 好理 則自不責 言貧賤者 好理 貧賤的人 能夠愛好理 就會去學理 懂理啦 注重理啦 則不至於為缺而無 所措其手術 這是很對的 我們還沒想到這個 人又有所字 到處是所 錯就錯字 有時候會寫金字旁 假戒字嘛 自行結果換步驟 錯就錯字 安字 自放 自放他的手足 就是手足無錯嘛 就是手足不知道 不知道就無嘛 沒有可以安放的地方 不知道擺哪裡放哪裡好 比如說剛剛講 跟長輩問話 是不是要站起來 欸 那假如你做的 你就不知道 到底做的對 站的對 有時候 做的 人家嫌你不理性 會害怕嘛 對不對 哎呀 這樣 又出醜了 這是好的 所以要知道理才能 知道 手足該怎麼放 放就是錯 折折 卻或 迷惑 對 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畏懼 畏怕 畏首畏尾 有一個詞叫畏喜啊 很好 喜畏 一個草字頭再一個思想的詩 你看 有沒有 畏喜 人家畏喜 就是這個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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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